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脾气虚了 当然这个脾气不是一个人的 具体的性格和表现 而是你的脏腑当中的气虚了 来 放在这儿 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症状 第一个就是食欲不振 食后腹胀 大便软烂 大便软烂 还有一个大便无力 来 请毛医生来讲一下吧 这四个症状为何会出现 因为脾在我们体内 它是后天之本 它是主运化的 每个食物吃下去之后 需要我们的脾胃 去把它运化成 我们人体能够吸收的一个精卫物质 供给我们的生命活动 但是它现在脾虚了之后 它其实就像我们一个人 我病了之后我不想工作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食欲不振了 我就不想吃东西 这样我就可以减少我的工作 另外一个就是我吃进去了以后 我确实没有能力 把它给消化掉 所以就会吃了之后 它就是割在这儿 所以就觉得保障 再一个就是因为它的加工能力 很差以后 那么它就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了我们代谢不全的一些垃圾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变得大便 就是软烂 皮虚了之后 它对肠道的这种推动的能力会弱 所以这个时候很多人会出现 大便没有力 或者没有这种变异的这种情况 姐为健康观察员 谁是食欲不振 时候腹胀呢 有吗 胖姐 对 我觉得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而且现在就是这个脾气虚 是我们中老年人的好像一个通病 愈发明显吗 对 同一个反应就是饭量见少 猫屎 对 吃没吃两口就觉得 不行 吃不下去了 我说都鼓着胀着 它下不去了 都是成了常态了 是的 其实胖姐说的这个呢 是现在很多中老年人常见的问题 我们会发现就是两种很矛盾的现象 中老年人 一方面其实它吃得很少 另一方面发胖 那么这个呢 其实跟脾胃的 孕化水湿的功能是有关系的 它的孕化能力弱了以后 它这些本来应该去生成精微 或者生成气血的东西 它不能生成这个 然后变成了代谢垃圾 狙击在我们体内 就容易出现 大幅便便的情况 大幅便便 都是一些代谢垃圾的堆积